Hello, 大家好 又到幾分鐘學中文的時間 距離上次已經幾年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跟開這個頻道 上次跟大家說我是移民的 我是移民了去法國 settle down 了幾年 現在再次跟大家見面 這次跟大家很久沒見的第一課是什麼呢 是繼續我們DSE的中文泛文的詳解 今次會跟大家說莊子的逍遙遊 今天我們看莊子逍遙遊有幾個部分跟大家分享 一開始會講一講道家的思想 然後會語役整篇文章 接著會跟大家說這篇文章的主旨 然後會跟大家看一下逍遙遊的論證方法 接著我們會嘗試回答一些題目 最後會跟大家看一些最簡單的就是收詞手法 在正式詳解這一篇文章之前 我們可以看看道家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就是很崇尚自然的一種生命觀 什麼為之道呢 道你可以理解為宇宙的本體 或者是生命的本體 更簡單的呢 你就將它當是自然的規律 代表大自然 那即是怎樣呢 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譬如一粒種子落到一個泥頭那裡 有陽光 雨水 智智然然它就會發芽成長 然後又會開花結果 到了這段時間 它生命完結的時候 它又會回歸回這個土地 大自然 那這個是一個沒有外在力量 去加諸於這個程序入去的 那是大自然的規律 即是可以是生老病死 是順從一個自然的規律去走每一步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天人合一的生態觀 那什麼叫天人合一呢 那其實就是 老子認為道是萬物之源 那記不記得道是什麼 道就是自然 自然的規律 就是自然的規律 就是萬物生長出生的源頭 而這個自然的道就是統攝萬物 就是說萬物都不能夠 是超出這個自然的規律的 那也是萬物無不為道所生 就是沒有一樣東西 不是自然規律產生出來的 那如果呢 照這樣說 我們呢 人類呢 是跟回自然規律這樣去生活 還有是將心去貼近 我們這個自然之道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就可以跟這個大自然 是有一個共振 現在所說的 就是 講一個通感 所以呢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這條魚會快樂 因為你跟這條魚通感了 怎樣可以達到這個通感的情況呢 就是 我們要跟這個大自然 共振共憑 那還有一點呢 都很重要的 就是 小師寡辱 崇上一個無為的養生觀 那 那道家都很注重養生的啦 那我們怎樣養生法 就是要順從這個自然 崇上無為 什麼叫無為呢 就是無所作為 就是你不要跟這個大自然去對抗 跟著這個大自然的道去順從它 這樣去生活 那 總括來說 就是主張一種很心平氣和 清心寡慾 即是夠用就行了 就不要去強求一些東西 那然後呢 我們才可以慢慢 跟這個道去貼近的 那在分析這個文章之前呢 我們看一看這個語憶 因為其實呢 故事的內容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呢 是一定要記得 這個故事是說什麼的 然後呢 你答題的時候呢 就會得心認受很多的 那阿慧子呢 就跟阿莊子說 鷹藝王呢 送了給我一個大葫蘆的種子 那我就種它啦 那它成長之後呢 大葫蘆的果實呢 足足有五膽那麼大 如果用它來裝水呢 它的堅固程度呢 就不能夠承受所有水的重量 那如果呢 把它劏開成為一個瓢 那這個瓢呢 是過分大 但是呢 又太淺 不夠深 就沒有辦法 只用來裝的 那所以說呢 這個葫蘆不是不大 但是呢 我覺得它完全沒有用處 所以我就打算弄爛它了 那莊子就說了 其實你真的不懂善用呢 用大的東西 有一個送國的人呢 他很善於製造 預防龜裂凍瘡的藥 世世代代以來呢 都以漂洗這個棉 是職業的的 有一個客人呢 聽到這件事 就願意出百金的高價 收買他這條藥方 於是呢 他就聚集家人呢 就開個家庭會議 就說 我們世世代代都是漂洗為職業的 但是呢 我們得到的金錢 只不過是掃金的 現在呢 一大賣出這個藥方 我就可以得到百金 那不如就賣掉它吧 那客人呢 就得到這個藥方 於是呢 他就去遊說 吳王 這個時候 越國呢 又來到侵襲吳國 於是吳王呢 就派他的士兵 在冬天就跟越軍水戰 結果呢 是大敗越軍 於是呢 就割地封賞這個客人 那同樣是一個 不令到隻手龜裂的藥方 有人因此得到封賞 有人呢 就拿來做漂洗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用的方法不同 如果你有五口容量的大葫蘆 為什麼你不考慮把它做一個邀州 浮游在這個江湖之上 反而你就擔心它太大 而無處可用呢 其實呢 都是見到你呢 心呢 都是茅塞不通啊 那位置呢 就跟莊子說 他說 我是一棵大樹 那些人呢 就叫他做書 那他的樹幹呢 就哆哆哆哆 很不平滑的 也都不符合 成脈取植的要求 即不夠植啦 那他的樹幹呢 也知道呢 又彎彎彎彎彎 也都不適合 是做圓規啊 或者是各赤取材的需要的 那啊 他是生在路邊 那些木匠呢 都不會回頭看他一看 現在你的言論呢 就大而無用 大家都會脾氣他 公子就說 難道你沒有見過野貓和黃鼠狼嗎 他們呢 會趴下一個身 然後呢 就會等那些出動去覓食 或者玩的小動物 就捉他們的 那野貓和黃鼠狼 他們會東跳西藥啊 又不比高低這樣 整天呢 都會踩中一些人類的機關 死了在網裡邊 我們再看看那些狸牛啊 牠們呢 很大隻的 就好像呢 天邊的雲那樣 啊 牠們的本事就大了 不過呢 牠們呢 就捉不到老鼠的 現在呢 你那棵這麼大的樹 你還憂愁它無用處 為什麼不將它 栽種在 寬闊無人的鄉間 廣闊無邊的原野呢 可以給些人呢 好捨而無憂地 在樹旁邊那裡散步 又或者憂災猶災地 在樹下地 啊 躺下 大樹是不會遭到 這個斧頭的坎罰 也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那些人呢 會傷害牠的 雖然呢 牠好像不能夠大派用場 但是呀 牠自己 又不會招來任何的困苦 或者禍害禍 跟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蕭耀游的主旨 蕭耀游呢 是透過莊子和衛子的對話 是論述 什麼叫做有用 還有什麼叫做沒有用 還有什麼叫做沒有用 這一種的相對的關係 相對的關係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不是絕對的關係 帶出了沒有用方為大用的道理 那什麼叫做沒有用方為大用呢 我們一會兒會繼續說 善明呢 只有無幾 不受外物的蒙蔽 不區於世俗的價值觀 才可以達到 蕭耀這個境界 那可能就這樣看的主字呢 各位同學可能都不是很明白 那我們一會兒 繼續看下去呢 就會更加明白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講一下蕭耀游呢 一些重點的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第一點呢 就是一般人呢 去對比裝置 那一般人呢 是哪個代表呢 就是位置呢 去代表了一般人的思維 或者是主流人的一些思想 那他們會怎樣提示物的呢 就是會根據事物 或者那樣東西 一般正常的用法 你都去判斷呢 它究竟有用還是沒有用的 譬如那個狐腦很大 但是呢 又裝不到水又裝不到東西 所以就決定它是沒有用了 雖然它很大 但是沒有用的 那沒有用的東西就怎樣呢 就摧毀它 打爛它 那所以就很見到 一般人對於沒有用 對這個社會沒有用的東西 是想將它排斥走 那在這裡我們就會見到 他們覺得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呢 或者覺得成功的人生是什麼呢 就是要入世 入世的意思就是說 要入去這個社會 跟著這個社會的道德 或者責任的枷鎖 或者規範呢 去做這個社會覺得你 或者這個主流覺得你 有用和成功的東西 那你才是有用的 如果呢 你不跟隨這個社會 或者這個國家 給你的一些方向去做呢 那就代表沒有用了 就算你做一個人 都是沒有用的 那如果在古代來講呢 可能就已經是邊緣化 已經不理你的生死了 那所以呢 這個呢就是一般人 或者是主流人的思想 那莊子呢 就是代表了道家的一些看法 那莊子和主流人士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莊子打破了很多主流人士 或者這個社會上 給你的框架 譬如主流人士會覺得 那個葫蘆要用來裝東西的 裝不到東西呢 就沒有用的 那莊子就想到 它可以做個夭州 那而一般人覺得大樹呢 是要斬下來 做一些的工具 才叫做有用 但其實呢 莊子又覺得 它就這樣 栽種在地下那裡 然後呢 給經過的人士去遮陰 成量 那其實都是很有用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對於莊子來說 這棵大樹 其實就這樣 栽種在那裡 不成為一個工具 幫人量度的工具 其實呢 它已經是提供了很多的幫助 還有好處給其他人的 那所以呢 在提供幫助來講 這一點呢 其實大樹 都是有用的 那一般人覺得 沒有用的那些東西呢 其實呢 在莊子的角度來看 它都可以很有用 而且是一個大用 為什麼呢 因為它除了可以幫人之外 它自己的生命 也都可以去到最自然的盡頭 不用被人斬了去的 那對於莊子來說 什麼才是人生的意義呢 並非是入世人 而是呢 遇到相應 和這個自然之道 大自然規律去相應 才是人生最好的意義 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些的論證 逐個逐個看 首先呢 是大葫蘆 那位子方面呢 它就覺得 這個葫蘆呢 是大而無用 是一個大字 又不能夠裝水 又不能夠裝東西 所以呢 它結果呢 是整爛了它 摧毀了它 而莊子的論點 就是大而有用 為什麼莊子 會覺得它有用呢 就是因為呢 它比一般人 是想到一些更多的可能性 一般人的框架 它打破了 所以呢 一般人 譬如為止 覺得它無用 是因為它想不到 它有什麼用 不代表它無用的 那也都乘機呢 是譏諷的位置 它有一個逢之心 那大家可以理解 它的心都塞了 即是呢 它是不會轉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不歸手之藥 那不歸手之藥呢 是一個比喻的論證 那宋人呢 是因為受到家族世代的觀念影響 就很難提出不歸手之藥呢 有一個更大的用途 於是乎呢 為了眼前的短小利益 就賣斷了一張藥荒給客人 那相對來呢 客人呢 有一個很靈活變通的思維 那它用高價的買入這個藥荒 但是呢 也都很懂得 善用這個不歸手之藥的價值 用了它來打贏場仗 並且是獲得封地 得到一個給送人 遠大的利益和收獲的 這裡我們會見到 送人是少用不歸手之藥 而客人呢 是大用這隻藥的 那我們呢 都不難見到 其實莊子所說的送人呢 就是位置這些的一般人 那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結論的 就是 心境是由大和小之分 那什麼為之大 什麼為之小呢 就是譬如 送人就是小的心境 位置也是 莊子和客人是一個大的心境 什麼為之心境大和小呢 其實就是你 就是你接不接受到新的事物 又或者你可以跳出框架那裡 去想事物 那框架是什麼 社會和主流人士呢 給大家的價值觀和框架 就是那種的心境大小的差別之處 那我們要去除社會的成見 或者自己的成見 放下我們一般人認為的執著 你的心境擴達 你才可以看得更遠 你才可以想到更多 大家見不到的可能性 才可以看破這個局限 然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事物的真正有價值的地方 並且把它能夠發揮出來 將它大用 是用到出來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一棵大樹 位置和裝置又怎麼看 那對於位置來說呢 就覺得大而無用的 它的論點是 因為呢 它覺得這棵樹 是不適合做任何的工具 不合規格 所以呢 在路上面呢 經過的木掌 都沒有人呢 是要看一看這棵樹的 就覺得 又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它乘機就是推論出來 其實啊 阿莊子他的言論 都是大而無用的 說出來好像很偉大 但是其實呢 這個社會上 又是沒有用的 但是呢 對於莊子來說呢 他覺得這棵大樹 是物無傷害 那如果呢 大家 主流人士 將這棵大樹 要當成木材 這樣來看呢 那當然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不可以做 圓規啊 間尺啊 但是如果我們 拼除我們的成劍 其實我們會看到呢 這棵樹呢 就這樣呢 是種在那裡 已經能夠呢 為一般人呢 是遮蔭 其實呢 是有用的 而 有用呢 可以是一個 不好處來的 就好像 如果這棵樹 又夠漂亮 又夠直 它可以用來做圓規 可以用來做間尺 你就斬了它 其實它是在它 未到生命盡頭之前 已經死了 就算它不死 都被人斬斷些樹枝 是令到自己有所傷害的 而對於莊子來說 沒有用呢 其實才是最大用 因為他們所說的沒有用 其實是有用的嘛 可以幫人去遮蔭 是不是 而且它還可以 避過所有的空欠 可以移養天年 移養天年 即是怎樣呢 即是沒有受任何的禍患 這樣可以去到自自然 生命的盡頭 那這件事呢 就是自然 就是道 就是最大的用處 因為對於莊子來說 能夠和道最接近 才是最有用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看 尼生和尼牛的分別 先看尼生 對於一般人來說 它是很有用的 因為它是 可以捕獵一些生物 又可以捕老鼠 又靈巧 又活躍 那是屬於一般人來說的有用 但是呢 就是因為他們跳來跳去 可以比喻一些 是喜歡表現自己的 入世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的下場 都是不得好死 都是被那些機關裝置 是靈死了的 而對於尼牛來說呢 它是很大 又很笨重 又不懂得捕老鼠 就是屬於一般人 說的大而無用 但是對於莊子來說 就是因為剛剛 正正它又大 又不懂得捕老鼠 反而避開了很多的和患 可以很悠悠悠哉的 去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面 得到一個精神上面的一個逍遙 好了 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分析一些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那對大家的思考 還有理解這篇課文 都很有作用的 首先 你同不同意莊子 對於這棵大樹的觀點呢 那你可以是這樣回答的 或者這些方向去想一下 其實呢 這個世界上呢 是有一種叫做百花齊放的東西存在的 就是說呢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一式一樣的 這個社會告訴你 可能是要買樓結婚生子 才是一個成功的人生 但是可能你的理想呢 是做一個歌手 或者是為了這個理想 可能做一個畫家 不代表這樣你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我們不應該呢 因為其他人的否定 而自卑的 他覺得沒有用 就可能呢 好像莊子這樣說 是因為他們 將他們的視野 擺在金錢的成功上面 但是呢 我們放開一點來看 他可能看不到那種 追求理想的那種滿足感 所以呢 我們是不需要呢 是一定呢 逼自己要符合這個世間的標準 來到去發揮自己的所長的 尤其是我們 煙之飛幅 是吧 就是好像那些的貓 黃鼠狼這樣 跳來跳去 又會被人夾住了你 被那些機關弄死了你 那樣 就好像那棵大樹 被人鋸斷 那些手手腳腳去做這些的間尺 圓規 那樣 其實這些都是非內環禍來的 那所以我們更深一層 要想一想 什麼叫做生存的意義呢 我們生存的意義是為了 討好或者是追尋一般社會主流的框架 還是要跳出這個框架 去把自己的所長發揮出來之餘呢 更加可以令到自己的精神 可以很逍遙很自在地 遊玩這個人世間 究竟我們要怎樣選擇呢 那有些人呢 就認為 裝置呢 以無用為大用這個處世態度 是很消極的 在這個現代社會已經不合時宜的了 你贊不贊同呢 那我們就有很多的問題 是給大家去思考一下的 畫畫是否無用的呢 唱歌是否無用的呢 但其實我們見到 帆高在他當時呢 在生的時候 是真的 世間覺得他沒什麼用的 畫又賣不出去自己 又窮光彈 但是去到後世 時間的證明 他的畫很多人是欣賞的 而那種他當時表達的心情 或者他的心靈的境界 現在大家都有共鳴的 那是否賺大錢才是有用呢 是否要買大屋 才是有用呢 才叫做成功呢 那那 譬如我們平靜的心靈 又或者是 逍遙自在的精神境界 是否無用的呢 那又再問一下大家 做義工是否都是無用的 做義工 又是收不到錢的 那但是 有無意義的呢 所以再問一問同學大家 究竟生存的意義是什麼呢 是否真的要 好像位置 或者一般主流思想 那我就要賺大錢 然後買一間屋子 然後結婚生仔 那一生才有用呢 還是你追求的東西 是超越這個框架的呢 什麼為大用呢 你想成為那棵 沒有人要的大樹 還是那些樹是要被人 斬滿手手腳腳的 要拿去做鞠 那你會選擇哪一樣的人生呢 其實呢 是沒有對與錯的 至於呢 是否不合時宜 那大家可以見到 現在很多的市下年青人 都選擇了做斜江族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未必錢是最重要的 不只是香港 世界各地很多的年青人 都是踏上了這條路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方面 去想一想 接下來要問你的問題就是 要達至 裝置真正逍遙的方法 究竟是什麼呢 那麼我們見到呢 威治呢 他是受著世俗的成見局限做他的 他以世俗的標準去決定 那樣東西有用或者沒有用 其實呢 是一個很不逍遙自在的想法 因為你都是 永遠都要想一下 這個社會告訴你 跟著要跟著他的標準 去想事情 所以呢 其實呢 要逍遙呢 要跳出這個局限 這個局限可能是 家人給你的局限 或者這個社會給你的枷鎖 的局限 我們呢 要在一些大家以為沒有用的事物那裡 發現他有用之處 或者是大用之處 就是呢 要欣賞大家的優點 大家覺得沒有用的東西 其實都可能很有用 或者是很大用的 尤其是我們在一棵樹那裡見到 一般人覺得他沒有用 就是怎樣 他可以呢 站在那裡 易養天然 去到生命的自然的盡頭 他們覺得有用的東西 反而怎樣呢 可能會斬錯一棵 他們所謂有用的樹 整棵斬了他 做船也好 做其他東西也好 反而呢 在他 未到生命盡頭的時候呢 就要迎接死亡了 所以呢 怎樣可以達到 真正逍遙的精神境界呢 是要破除我們的成見 我們才可以得到真正的逍遙 這裡講的逍遙 是一個精神的境界來的 不受任何東西的局限 而這些局限呢 就是這個社會上面的架鎖 而社會上面的架鎖 是什麼 不是一個自然比你的道 所以其實當它是違反自然之道的時候呢 就是一種架鎖 一種局限 我們最後講一下修辭手法 以下這幾句呢 都是對偶 對偶就不足一講 總之呢 它是 字數兩句要相同 還有 詞性呢 都是要相同的 接下來呢 就是誇張 包括 它誇大了葫蘆的容量 還有 尼牛的大小 接下來呢 就是講 比喻 那譬如 馮之心呢 是講一些 勁很柔軟 很不值的一些小草 就比喻一些見識淺薄 思考閉塞 不懂轉彎的人 而成脈亞規矩呢 也是講一些規則 就講一些 比喻一些世人 對成功的定義的各種的規範 那至於離生呢 就是野貓和黃鼠狼 就他們很善於捕捉一些小動脈 老鼠 比喻一些有才能 證明的人 那當然這裡講的 才能和證明呢 是講著 主流人士認違憾 那尼牛呢 那它就是很大的身形 但是呢 就是不懂 捕捉老鼠 或者小動物 那這裡呢 就是代表著 一般人 覺得沒用的人 那而這個 斧頭呢 亦都可以 是比喻 我們在試圖上面的一些鬥爭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講對比 譬如 馮之心 對比江湖 那那 馮草呢 是生長在一些山林的草地 那 很柔軟 是沒有辦法 知鄉外伸展的 那我們呢 就是比喻它呢 是思考 容易手刀局限的一些人 那 而江湖呢 就 就調回來了 它是呢 是很寬闊的 那 就比喻一些呢 是廣立各種事物和意見 思想很灵活變通的人 那 其實呢 馮草和江湖的差別呢 就正正在對比著 衛子和莊子的心境的大小的差別 那 那因為呢 馮之心呢 就代表了衛子 它用一個世俗的角度去局限了自己 而江湖呢 就是代表了 莊子 那因為它拋下了世俗的成件 然後呢 可以打破框框 令到自己的思想很灵活 精神上可以無拘無束 不受世俗所限制 達到一個真正逍遙的境界 那接下來的對比呢 就是 將送人 少用這個不歸手之藥 去對比客人 大用這個藥的 那送人呢 他是眼光很短淺 為了一個眼前的利益呢 就很輕易地賣出一個這麼寶貴的藥方 那相對於客人來說呢 很有軟健 他呢 得到藥方之後呢 是靈活地用在戰場上面 獲得了土地 獲得了的利益呢 是遠遠超過送人的小用 那我們呢 在這裡呢 就是看到 物品產生的大用 和小用的關鍵是什麼呢 同樣的藥方 因為你的心境有大小 眼光有高低 就令到你用它的方法是不同 那就造就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那由此要提醒世人 如果呢 你想將一件事或者那個物件 是發揮最大的功效 一定要放下 既定的思維和成見 令到呢 它是懂得其所 才可以發揮它的大用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講一下呢 尼生和尼牛的對比 那尼生方面呢 就是一些很喜歡 阿施展它捕獲才能的一些動物 牠們可以捕老鼠呀 而且致命得以跳上跳下 那給一般人呢 是視為很有用的 但是就是正因為它呢 跳上跳下 到處跑來跑去的生活方式呢 是令到牠們很容易呢 是跌入一個機關 而喪命的 那至於尼牛就是怎樣呢 很大 但是不會呢 去捕食小動物 就被一般人呢 認為呢 是沒有用的 那其實就這樣看呢 是沒有一些很顯著的用處 反而呢 就不容易受到襲擊 所以呢 可以安然這樣導入 那呢 我們就以尼生和尼牛的生存方式呢 傳達了一些東西出來的裝置 那它就傳達了呢 就是沒有用之用的重要性 它沒有用 但是沒有用得來 都是有用的 它是強調呢 凡事都不可以呢 用一個單一的角度 或者視覺呢 是判斷那件事的 有用和無用呢 其實呢 是人類呢 是用來比較出來的 一個相對的價值觀來的 點出了呢 無用最大的用處呢 是能夠在精神上面 過得逍遙快活 那精神上面 過得逍遙快活呢 是無用之用 方為大用的精髓 那可能這裡大家 可能是比較難理解些 就是呢 大家會覺得 思想上面的快活呢 無拘無束 可能那個人呢 是不是做一些 大家認為他很成功的事情 但是其實他是 很自由自在地去生活的 不需要理很多的架數 一般人來說呢 就覺得這些人呢 就是沒有用的這樣 但是呢 對於那個人來說 他是覺得 哇 逍遙自在 精神上是沒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當然呢 是不可以做一些 犯法的事情 是吧 但是 大家覺得他沒有用嗎 不要緊 他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思想上面很自由 那其實 大家同學想一下 哪一樣才是最後用呢 可能是大家覺得 沒有用那個人 才是發揮最大的功用 最後呢 我們會用呢 這棵大樹去看一下 有用和沒有用的對比 那沒有用呢 就是因為這棵大樹 一般的人和工匠 會覺得他的樹幹和樹枝 是不合乎標準 不可以做任何工具 所以是沒有用的 而 怎麼會知道 有用呢 那 譬如我們在植物反顯的角度來看 其實呢 他是不會妨礙那些 被透露的人去休息的 他也是能夠避開被人斬的危機 所以他可以很自然地生活著 生存著在這個世界上面 所以莊子覺得這棵樹是很有用的 那我們又看一下 這棵大樹的外形 就是特顯出的位子和莊子的 視野和深景格局的大小 也都特顯出有用和無用 都是人類的角度 主觀主流的看東西的角度來的 只要我們呢 是換個角度去看事物 其實萬物佳有用 萬物呢 都可以發揮他們的長處的 那希望大家呢 是看這篇文章呢 都是得到啟發的 那去到最後了 那希望大家都是 subscribe啦 like啦 share啦 comment啦 我們這條片 那很久都沒有跟大家見面了 希望呢 今次呢 事隔幾年之後呢 這一篇的逍遙遊 對大家呢 都很有用啦 也都是希望大家 同學仔呢 對一篇文章來說 不只是考試那麼簡單 都希望大家可以明白當中的內容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達到一個 逍遙自在的精神境界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